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边东 那天上w即将在不久之后 就要在这个全球来上市了 那目前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四种这个变身的这个 算是它的外观以及它一些故事 重点是呢 诶 这一些职业的变身啊 它好像是有所谓的这个搭配的技能哦 那我们首先先带大家看一下它公布了四个 这种所谓的变身哦 第一个是真死骑 再来是克特 斯利安以及巴奉特 所以从这边看的话呢 它大概会有四个这种所谓的近战啊 或是远攻或是法师系列的这个变身 但是这个重点呢 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个外观之外哦 它好像哦 这个每一个变身 它好像会有带来一个它独特的这个技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真死王骑士哦 跟我们在天堂A里面看到不大一样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真死骑的这个外观 以及它的卡片哦 那它这边的话显示的是一个这个短剑哦 或者是一个拿剑的这个图示哦 这个不知道在游戏里面是不是 呈现成一张这个变身卡的这个外观呢 好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有它的故事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下面这边是它的这个技能哦 这个地狱之火 跟一般的这个我们在天堂里面看到的 这个死骑变身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的话不知道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你变了这个真死骑之后啊 你就可以获得了这一道技能 那它的效果呢 是给予周围的敌人大量的这个伤害 诶 但是从这个画面上看起来 好像画面不会震动哦 诶 有点那么 跟以前那个比起来好像 没有那么的真实感觉哦 好 再来呢 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克特哦 克特的话呢 这个是它的外观哦 一样是属于这种近战系列的这个变身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跟目前的设定都是一样 那克特它有一个特色呢 就是它有一个破盾的这个技能 它是给予目标大量的伤害 并且有一定的几率 会赋予这个缓慢的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它打到之后有一个闪电打下来哦 这样子哦 有没有 这个打下来 这个闪电打下来就是它的这个效果了哦 好 这个是克特的部分 再来呢 妖精的这个叫斯利安 这把弓呢 哎 看起来真的是超大的哦 这个是 好 来 它就是一个远弓型的这个变身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它的这个攻击效果呢 叫做月光玉哦 它会对于这个目标敌人的周围啊 给予附加的这个魔法伤害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对于这个附近的这个怪物啊 给予这个攻击 你看哦 它只做出一次的攻击 但是它第二次 它会同时触发第二次的这个 连续技能这个效果 然后再来呢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巴风特哦 巴风特的外观呢 长这样子哦 旁边的有一个人 那巴风特的这个外观呢 就长这样子哦 那它这边的图示呢 是一个魔法杖 也就是说 这个这个变身呢 它可能就比较适用于这个法师啦 好 那它的技能是什么呢 是这个深渊的地裂术哦 它是给予目标周围 这个远距离的魔法伤害 并且以一定的几率赋予疾病素的这个效果哦 基本上它就是地裂术加疾病素的意思就对了哦 这个几率性的触发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魔法特效 好 那上面这些呢 就是四个变身的一个技能哦 那这边的话我相信只是展示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啊 那其他的变身如果是比较高阶的变身 我想应该都会有这些技能的这个效果 那这些变身呢 会不会是比较高阶的这个变身卡 比如说红变以上 那又或者是说 是不是每一种卡片都会有它独特的这个技能效果 这个要等游戏正式推出之后才会知道 这个影片呢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大家如果对于天堂W有兴趣的话呢 诶 欢迎掃我们左下角的这个条码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银海莎伺服器里面 会跟大家一起玩 那么我们这个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所看 我是边东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